回到第二季OPPO 中国新歌声 请投票 一共九位评委老师 刘宽战队获得9票 谢谢 第三行 各位老师请投票 一共九位老师 刘宽老师战队获得8票 大英老师战队获得1票 谢谢各位 第四行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一共九位老师 刘宽老师战队获得8票 大英老师战队获得1票 谢谢 下一行的各位老师 请投票 一共九位老师 两位投给了大英老师战队 七位投给了刘宽老师战队 谢谢 最后一行 各位老师请投票 一共十位老师 八位投给了刘宽老师战队 两位投给了大英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 请放假 刘宽老师战队的扎西平座 和那一老师战队的邵源 最后的得分比是45比6 好 邵源 我不得不请你摘下 那英战队的战队回招 谁帮你继续梦想 我交给毛雨昭吧 希望你可以带着他 让小二班继续下去 再见 邵源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这位下期带给我们的声音 好 这一刻送到了超级之后 我们可以正式恭喜刘宽老师 和林战队的成员 扎西平座 恭喜 太棒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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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西是我的骄傲 也是我们欢乐抱团的骄傲 应该好好地感谢刚才我们的评审老师们 我一直在非常认真地听他们给你的中肯的意见 这是对你最最重要的 特别感谢在座的所有评委老师 我也不太会说话 我祝大家吉祥安康 这是对你 让我们共庆这一轮刘宽战队的获胜 谢谢佳西平座 请踏上荣耀之桥 林战桥的光荣一步之遥 加油 到目前为止 纳英战队目前拥有七位成员 周杰伦战队八位成员 刘宽战队八位成员 第一层战队九位成员 下一轮对战双方是 目前满园的陈奕迅战队 可目前人数暂时落后 只剩下七位的纳英战队 大姐 我要提醒你 纳英战队还没有升级 你是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 理论上有可能这个阶段完成之后就 灭完了 是的 接下来三十秒 倒计时 计时 开始 最后五秒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两位导师 请手持令牌到舞台上 把令牌交给我 这一次陈奕迅老师挑选他战队当中的成员 下起名出战 那个年画 是不是 过年长得更喜悦那个 男人阵队选择的初战成员是 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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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夏琴 今年23岁 我唯一看过一次演唱会 就是您的演唱会 欢迎你 我是李雅 来自浙江温州 我从她的声音里能听到一种 就是那种力量 那种倔强还有温暖都在里 第五战 陈奕迅战队夏启明 对决纳英战队李雅 有请陈奕迅战队夏启明出战 有请纳英导师战队李雅出战 在正式开始之前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你的声音真的是无敌的 好 加油 加油 娜姐 你们已经悄悄说不少了 都说了什么能告诉我们吗 我跟她说就是要珍惜 这一次好好讲故事的机会 加油 我已经两名学员都没了 荣耀之桥申请 首先出战的是陈奕迅战队 有请夏启明带来 全世界谁倾听你 多希望有一个想你的人 多希望有一个想你的人 但黄昏更青春不忍相忍 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 雨伞又遗落原地 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 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 但年轮跟青春无忍相忍 一盏灯一座成长一人 一路的颠沛流离 一路的颠沛流离 把全身的我都拥过 那全身的我都放过 那全身的我都放过 你就是最后的人 但年软和青春无人相忍 一盏灯一座成朝一人 一路的颠沛流离 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那全生的爱都活过 我始终没说 不曾将你附和 最后等你的人是我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那全生的我都活过 请往前走 不必回头 再终点 等你的人会是我 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 全世界谁倾听你 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把全生的爱都活过 我始终没说 我始终没说 不曾将你附和 最后等你的人是我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那全生的我都活过 最后等你的全世界路过 你去跟当你的全世界路过 谢谢启明 现在请双方交换团定 现在有请 那英导师战队 李亚带来《越过山丘》 越过山丘 遇见十九岁的我 戴着一双白手套 喝着我的喜酒 她问我幸福与否 是否永别了忧愁 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我说我曾经挽留 她们纷纷去人海漂流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 加了隔壁的妄梦 我问她幸福与否 她哭着点了点头 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 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 就让我随你去 就让我随你去 回到二十岁狂奔的路口 做个新的影子的歌手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逆着背影婆娑的温柔 想着那座荒芜的山丘 灰灰衣袖 越过山丘 遇见六十岁的我 住着一根白手掌 在听鸟儿歌唱 我问她幸福与否 她笑着摆了摆手 在她身边围绕着一群 当年流放未来的朋友 她说你不必挽留 爱是一个人的灯火 等到房顶开出了花 这里就是天下 总有人幸福白头 总有人哭着分手 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 都是先给岁月的喜剧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去到永世随停下的渡孔 等着背影条小船接走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去到六十岁停下的渡孔 等着背影条小船接走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随着细细嚷嚷的人流 向着开门鲜花的山丘 挥挥一袖 我随我随你去 越过山丘 遇见十九岁的我 戴着一双白手套 喝着我的喜酒 她问我幸福与否 是否永别了忧愁 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 单眼的朋友 谢谢 谢谢丽雅 这一轮的演唱部分 到这里全部解说了 对战导师二位 这一刻的感受是 陈云勋老师 好难受 我都投入到这个歌里面了 都有被你们两位感动了 太贼了 起名好还是不好 好啊 好啊 李雅好吗 其实也好 好热啊 这里 是 是 是 快用一下 大姐 李雅可能是开始的时候 以为我们会喜欢 具有李宗盛式和杨宗伟式的 那种咬字 就是什么戴着一双白手套 就是都要这个样子 我脸都绿了 告诉她 不要让大家都有种错觉 说我在听李宗盛讲 那我还不如去找她 你要唱出自己 突然她的领悟让我吃惊 她每一句就是李雅特别好 谢谢南英老师 我可以补充一个吗 当然 请 我听李雅的时候 完全听不到李宗盛跟高晓松的 我就觉得很他 刘晗老师 刚才这个起名 我闭着眼听的 我倒感觉到这是一个暖男 就是很暖的人 其实我今天还是听到了 他那个声音上边的那个 那个磁线的那个味道 杰伦老师 我们现在说故事的年轻人都是用嘻哈饶舌 没想到用这样的风格也可以说得很好 这两位说故事的方法不一样 不过一样 一个是一大调 一个一小调 反正我能听的就这些 其他就交给评审了 你是什么阴差吗 绝对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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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 完美的表演 谢谢二位的相互表扬 我们也听一听他们在这一刻 有什么要说的吗 齐铭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就是因为来的时候 其实我只想见伊丝老师一面 没想到他为我冲下来 因为老师有交唱给我 给我交唱的这首歌 问我要不要录下来 然后我录到手机里面 但是每次都不敢听 就是只上台前听一遍 因为我觉得特别珍贵 他听一次少一次 反正还是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然后 也感谢新歌声这个节目 因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 特别自信的人 通过这一次的锻炼 我觉得 我应该更加自信了 谢谢老师 谢谢几个 谢谢老师 黎雅 刚才我们队淘汰两个人 我其实在下面已经哭得我妆都化了 后来我补了妆上来 我跟自己说我绝对不能哭 可是我的对手是我最好的朋友 夏其名 不能哭了 因为会变成音轩妆了 对 然后我从一个酒吧的小舞台 大概就这么大 长到这么大的地方 我第一次见到明星 我觉得这是我26年来干过的最厉害的事情 然后我们小二班所有人 虽然说现在只剩我们几个 然后一会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来 可是没有关系 我的灵魂一直跟你们同在 我们也请各位老师代表与我们分享一下 您选择的理由 包晓松老师 请明星所演唱的让我感觉到 就如歌名一般 全世界谁倾听你 第一啊 她用女孩子的角度 去诠释男孩子内心心静的歌曲的时候 第一个能够得到的一个感觉就是一种期待 那这种期待在我心里是感受到了 李雅 其实我听她唱歌 我感觉有一种无招胜有招 她的语气感这首歌我特别喜欢 启明 你很投入你的享受你的演唱 但是你为了弃音的表现 太多的抖音了 谢谢各位 蓝色代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红色代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第一行各位请投票 两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三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三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第二行各位老师请投票 七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两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谢谢 下一行各位老师请投票 下一行各位老师请投票 第三行全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请放下 第四行各位请投票 七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七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两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请放下 下一行各位老师请投票 七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两票支持陈奕迅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请放下 最后一行各位老师请投票 全票支持纳英老师战队 谢谢各位请放下 夏启明和李亚的分比是 8比43 恭喜纳英战队李亚获胜 不要跟启明搞不 启明 这回真的是最后一段话了 因为我每次上台 其实都是坐着唱最后一首歌的准备 其实也没有什么想特别说的话 放心 好 我们还是会再见的 启明 我现在要请你 摘一下陈奕迅战队的回招 你想让我把他转交给战队里的谁呢 我想给严俊 因为他的那首歌我特别喜欢 现在请各位为这位 二十三岁来自湖南一阳的小伙子 夏启明鼓掌 用掌声跟他说 再见 谢谢李亚获胜 谢谢李亚获胜 再见 这一刻让我们特别恭喜 大英老师 没有提张头 这一刻有什么要跟严俊说的 我以为今天我们都不行了 我就怀疑我自己的能力 挺好的 谢谢老师吧 其实音乐就是一个个人 我刚才看到每一个学员 就是摘下这个了的那个感觉 我每一个我都特别难过 因为我看到他们那种不舍的感觉 我觉得很难忘 谢谢 小二班啊 你为自己的老师这样加油吧 好吗 加油 不经历风雨 是见不到开门的 加油 恭喜李亚 脚条一步巨摇 四位老师 四位老师目前拥有的成绩是 陈奕迅老师战队八位学员 大英老师战队七位学员 刘欢老师战队八位学员 接下来 接下来 即将登场进行对抗的 是我们的 周杰伦老师战队 对抗的 他想说 我特地选的饶蛇 其实是想要PK你 你帮他点将了 最主要不是我不OK 你敢挑战吗 你们有三十秒的时间 三十秒之后 这份挑战会不会变成现实呢 倒计时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